第三節回來,我經歷了他最痛苦的時刻,短暫離開了漫畫圈,但我隔空都見證著他慢慢起,但起得很慢 五年,五六年的時候? 對,真的,他由高峰期超過五十萬的銷量,一聲只剩下二十多萬 對,最恐怖時只有十八、十九左右,但那時候算了,沒辦法 那幾個最出名的作品都倒閉了,每次起,當時那些作品幾乎一起起一起死 這個沒辦法,過去的成功是靠知名的作者去帶著沒有那麼出名的,慢慢給空間成長 然後不斷壓榨他,壓榨到牆,但失業的作者還沒起手 所以變成他四大高手一起去聯手去杯葛 我真的不知道,總之四本勁書都沒有了,江山自有人才出的 講三本,騰其龍的《風神演義》,《谷橋和熙》的《游戲王》 還有最後就是《和雨生雲》的《浪漢空心》 你問我呢,其實我和《游戲王》那邊還有合作 《游戲王》其實不是去到後期才夠忙的 很早期大家都覺得《游戲王》是充滿希望的 為什麼呢?產業化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相機 沒錯,那時候已經很清晰的 他們已經想到,我們根本這個故事是銷卡的 這個不需要有太峰迴路轉的 你喜歡說希臘也行,埃及也行,沒問題 其實我唯一覺得他是有少少聰明的 你問我,《谷橋和熙》 他是將卡片遊戲和埃及法老舊之前的歷史 他是很有少少聰明的 有少少Lingage 其實Lingage有少少強來的 但已經夠了 他為什麼要用埃及呢? 因為他要避了聖鬥時升次 他不可以再講希臘 所以特意他要用埃及做這個背景 還有當然有少少想呼應 他要用埃及做大冒險的 不過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遊戲王最初已經是寄予厚望 不是打算是救亡 順風順水的時候再推高他 因為他每個星期最簡單 我跟著本書送一張卡 其實應該是很龐大的效應 但後來發覺 竟然要靠他救亡 補充得怎樣?現在這類型的系統 竟然繼續送卡 那時候其實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送卡 都已經是最風光的時候 他後來曾經想過 不如我們索性真是送精品 但那時候未去到最嚴重的時候 他們不想用這一招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日本雜誌 這個年代雜誌 現在的人不是買雜誌 是要那個精品 對 等於現在 你遇上集英社最低潮 假設他們打算用遊戲王 去做救亡的話 肯定會送一張卡 但問題是 除了送卡之外 他們已經想到 整個遊戲的玩法 可以很快移植 過去去做 沒錯 他最初是對遊戲王 他想著是未來的 會不斷生金蛋的雞 不是想著來救亡 是想著再提升幾多巴仙的業績 靠他救亡 另外就是 剛才所說的 浪客劍心 這時候沒有人想過 這套遊戲會怎樣 因為他的確很複雜 知道為什麼 如果他們是相信 集英社 Jump 出到古裝漫畫 鄭上鴻健 就不用走 因為當時台傳走 黃耳申運 這個故事才拍得出 如果他真的早些 被鄭上鴻健去畫 這個故事的話 他這個變成了 可能是集英社另一個的黃金 但可能是被了筋肉人 沒有劍心那種清瘦的面孔 坦白說 即使我最近有看劍心 你問我 我最近經常看劍心 浪客劍心的幻畫 但坦白說 我覺得他沒有很爆的元素 其實浪客劍心也是為了做遊戲 他不斷出招式 其實是RPG 這一個是集英社成功與失敗的一線之差 你發覺整個浪客劍心的故事 他的真實的歷史感是很輕的 他是這麼粗 他好像是一個時代感 但你根本整個看來 你根本都是為了出遊戲而出 但他很… 蘭卿那個時候是屁股狀 就是因為這麼輕的歷史感 他不停下了 那些人才容易入口 因為裝飾完針的人 你不會期望他對歷史有太多認識 所以這就是蔣上鴻燕的悲哀 甚至乎他的生機 他放在浪客劍裡面連載 絕對不會變成現在的大師級典範 你怎可以幾頁都沒有對白 你只用眼神來演戲 看這個樂業 對著影子自己和自己打 你試一下 那個是另一個 但問題就是這個 如果你在擺少年中 他一定很強調你 咦? 公衛武藏 有三招絕招 要出的 要給他一個名字 然後要出遊戲 沒錯 還要128% 另外一個角度 如果剛才說到浪客行的那種空格 他那種韻味 會成熟一點 對讀者群其實不太match 所以一定有個影響 其實我對黃玉新雲 你覺得他很厲害 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厲害 尤其是當他武裝鏈金的失敗 嘩!這個真的很痛苦 武裝鏈金的失敗 正正是 我很確定黃玉新雲 當年拍劍三雄 是真的事內運到的 這個要靠編輯的幫忙 因為我剛才很清晰 兩個故事 只是打鬥 背景不同 招式不同 你所代表的勢力不同 還有黃玉新雲 我不知道他喜歡怎樣 我覺得他的作品 情節很立 其實他很多時候喜歡 故事搞得很立 這樣說 所以這件事是 你給你拖一下 每個禮拜都要吐這麼多 要出來很痛苦 即是不適合 是一個打鬥的高速向 輕快的風格 其實黃玉新雲 都算是一個少許的 沒了一種爽快感 而另一個犧牲了 就是這個風神 風神 我覺得這個 是好看的 但問題就是 你發覺又是 擺在小聯中犧牲了 還有最慘 他那時候 如果有些大手在前面 護航之下 讓他有個 可以時間 每一個角色 建立得更好 因為你發覺現在 風神的個案 太攻亡 他後面跳得太快 他唯一又是不斷 他想把這個變成龍珠 但他後面是勁得太快 你不覺得這個 根本是想把他變成另一本的龍珠嗎 不斷 他全部出一些勁人過來打 沒有了劇情可言 本來是說雙朝 風神哥 無緣無故連女窩 不就厲害 那隻女窩是羅茲威爾 對 這個你很清晰 你根本看他的編輯 他很清晰 就是風神他想他變成另一套龍珠 因為他的哲學就是說 我流失了這一批的讀者 那我怎樣可以拿回他呢 接近的題材 你發覺中段開始強行去扭 但這個其實是間接搞死了騰奇龍 騰奇龍自從這本文化之後 全部無以為計 直至近年 因為他知道自己弱點 不講故事 直接做畫畫 幫小野真由美畫那本屍鬼 才開始熊 才開始熊 我覺得其實是間接連騰奇龍 浪費了他十年 浪費了他十年 是的 但沒辦法 如果大家看回那個年代 他們要開會 要救忙 那怎麼辦 最簡單的 你用商業的角度 我沒有了這批讀者流色的原因 他們想看的東西沒有 就給你們看 但對不起 那不是廖山明 其實是錯的 當時廖山明 當你看龍珠大 從小到大 看龍珠大紀錄 其實你已經不是小孩子 看完龍珠 之後 我現在要結束了 然後你會買針 因為那幫人已經大了 就不知道 可能出來讀完書 或出來做事 他不會再去看針 你再去看同一題材 他都不會再去看 所以其實遊戲王 有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覺得 根本是想繼承一套白書 但想不到突然 為什麼龍俠劍心 早點肯出這個的話 就不會少想過厲害的作者 但這些都是五六年之間 他們在集英社 慢慢在換了新編輯之下 慢慢摸索 但竟然 我不知道大家認同 真正令到少年 但竟然爆起其中一個契機 是死亡不忌 或者是One Piece One Piece 其實沒有人猜到 他頭一兩年是這麼好的 甚至大家聽過傳聞 One Piece 應該曾經被腰斬的危機 銀魂也是其中一個破格作品 為什麼我剛才說 整個少年Jump 他突然因為死亡不忌 而會起回 其實這個不單是銷量上起回 是話題性回到大家的焦點所在 在Jump 最坎坷的年代 就是出了什麼作品 就是《講談書》裡面起回 《金田一》 《GTO》 《GTO》 《GTO》就是那個年代 而那些全部是跨媒體的 他用回以前的集英社成功方程式 但因為這些東西不行 沒有人肯改編你 《金田一》 《金田一》 改了多少次 有多少人做過《金田一》 然後《GTO》也拍電影 很厲害 所以那時候 集英社很慘 明明這些應該是我們成功的東西 《GTO》應該還沒發展到那麼厲害 電影的規格 還沒去到那麼快 還沒的 所以被人搶回頭 當然 這個其實很遠 間接 集英社成功捧紅了阿樹直出來 這個就很厲害 所以你說是韜光養複也好 你說是動靈絲也好 所以就發覺 他們會想 你看看 《風神》我怎麼改編 《遊戲王》我怎麼改編 《遊戲王》我記得 《風神》有遊戲的 但很難 但怎樣改編到《真人拍》 沒有很難 你想想 《習英社》 《遊戲王》怎麼改編 你想想 你又想想 《動畫》 《真人》變成《日劇》 我的相機差多遠 《遊戲王》怎麼會穿了《細胞反擊戰》 《遊戲王》 《遊戲王》 其實《浪客劍心》 如果不是因為有《鴿河引髮碟》 《真人版》 《鴿河引髮碟》 我覺得是《真人版》 本來是《真人版》 你在《浪客劍心》 都是今年才說夠膽去拍 我覺得都是因為有《鴿河引髮碟》 《無事他這個理由》 所以才肯拍 所以你發覺 他入到2000年之後 他開始新連載的故事 都是多了一重的思考 就是《真人》怎樣可以演繹到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時 你還聽說 他是亂石 隨便有些什麼 照顧著當先 亂按衣 但開始發覺 習英社 用過去十幾年成功的東西 來打到我們殘世 港談社 對 港談社 所以發覺你開始 就算他們堅持多了兩件事 就是男主角要美形 很簡單 就是你用這個網球王子的男主角 是一個靜態英俊 隊長 守寵 靜迷死女 動回Slam Dunk 男主角是個不良少年染發的 然後隊長是大猩猩 有劉川的 劉川鋒 劉川鋒是配角 只不過是搶鏡主角的配角 坦白說 很多人對Slam Dunk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劉川鋒很帥 但每個人最喜歡都是鷹目花道 一國有坐衰 其實有些人喜歡先導 但重點就是 他開始過了二千年之後 他主要幾本《起》得回的 他盡量希望有個指引 要真人演繹到 你看到這幾年漫畫的畫面都差不多 所以 你不會在賭博白說 在上面針過 所以變成《死亡筆記》 突然一步令到集英俊 一聲大家焦點回到那邊 小田季也走不回生 因為他重新破架 小田季也沒有走不回生 走不回生是奇魂 其實去到《死亡筆記》 就開始令到他暴雄 對 你想一下《死亡筆記》 電影那邊還要吸納美國資金 其實這幾套《死亡筆記》 不是日本電影 是《荷里活》 華納兄弟投資 人魂也是 所以你想一下 習英社他經歷了他最痛苦的十年之後 他找了一個新出路 他們要什麼呢 很多人都誤會了 他只是打一個婦女市場 裡面一群都是充滿BL元素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他最重要的點是 他不單要有動畫化 不單要有精品化 他很清晰地說 這些全部都可以改編做人去演繹的故事 不如舉個例子 《死亡筆記》 《網球王子》 《網球王子》 《舞台劇》 其實這些都是比較富的 最出名的幾本都是改不到的 始終可能 《One Piece》也是改到的 當然《One Piece》的改法 《網球王子》絕對要找荷里活合作 一起做多少特技 《網球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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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始終一間商業公司 以我敢於的知識說 無論如何改編也好 最核心的東西都一定要有 例如他們的友情 熱血 戰鬥 都一定要有 所以最出名的三本 即使何故你所說 也有真人拍到 但問題是那三本最出名的漫畫 他們都要有這些最核心的元素 所以連《劍心》都可以 即使詩環雲去拍真人版 他們的方向已經調節了 今集可能我們就輕描淡寫 又跳來跳去去講 因為今集比較率勝而為 但講到《Drum》 講一集三節是不夠的 我深信有馬爾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很有系統性地 來分析《Drum》的發展 歷代集編集長他們的黑暗兵發展 嘩 這個好吸引 怎麼搞去過日本的 公子獻頭 有國家都來了 這麼厲害 下集我會消失 下集交回重要的位置給友馬 下集再跟大家一起討論 消亂集 拜拜 大家一起討論 消亂集 拜拜